下风时间民众赶上班 小跑步上公车 眼看再不搭就要迟到 不过黄色警戒区已经站满人 阿姨还是应急先上车 再说这位阿贝则是后门挤不上去 改到前门去 幸运是发生惊悚的女学生 从车内坠车遭碾弊意外 上班时间实际观察 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站的 再跟着上车搭一段 有的通勤族没位站 只能被挤到警戒区上 有的时候还是会 不过就要抓要很小心 还是会站在那个黄色 要尽量站在那个红色的边线上 可能就尽量还是比较 因为还蛮危险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 可能刚好突然刹车 然后有人推你之类的 找来和事发车辆 同样是气压法的游览车 其实每台车都有防撞机制 一般的像这样子 气压是门的游览车 在他的门边会有像这样子 四个安全卡榫 如果是从里面往外推 一般是推不开的 研判有可能就是卡榫松掉 因为他客运车 上下客人的频率比较多 频缓 频缓的时候变成这个卡扣 顶来又顶去了 是已经把螺丝 把那个固定的位置 已经螺丝顶到松掉 凑近一点很明显 看得到上下卡榫 互相连接卡住 不管怎么踢怎么推 防撞机制保护下的门 都锁得牢牢的不会开 司机怀疑就是卡榫松掉 但详细事发原因 还是得交由检方 进一步厘清 9000政府当地台报导